挑戰來臨的時候 你才能看出 誰是真正的勇士 告訴你現在的世人 什麼都怕 我們年初的時候怕什麼 怕沒錢 沒錢發年終 沒錢過年給紅包 5月6月我們怕什麼呢 怕母親節 媽媽不開心 選做餐廳 選做禮物 你知道媽媽不高興 全家就不要太高興 11 12月我告訴你 也怕冬天要來了 天氣一冷又怕吃很多 怕胖 親愛的弟兄姐妹 神在跟我們說什麼 我們不胆怯也不害怕 我們要繼續的 看見勝利的那一刻來了 我知道在疫情的 這個起起伏伏的當中 我們每一個人 多多少少都受影響 但是我想要鼓勵你 也想要祝福你 就是不論山衰窑洞到海星 無論大水泛濫 我們都要知道 神永遠仍然在掌權 祂永遠坐著為王 我要祝福你現在有一個 出人意外的平安 就是現在會臨到你 或許你有一些擔心 有一些害怕 或許我們都在恐慌的當中 但是我求主把出人意外的平安 現在降下來 現在降下來 現在降在每一個 父親和弟兄姐妹的心中 我求主親自的 把祂的平安放進來你的家 放進來你的心裡面 就算我們一團亂 就算我們還在慌亂中 但是我相信 主的平安現在要臨到你 當神的平安臨到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看見的環境 就算沒改變 當主的平安臨到 你的眼光就不一樣 你的信心就進來了 你的信心進來 你看待事情的方式不一樣 神就會開始為我們開道路 所以我要祝福你 現在有一股出人意外的平安 降臨在你的心裡面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 來分享這個題目 叫做 当事情跟你想象的不一樣 当事情跟你想象的不一樣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就是在經歷這個題目 這個疫情一波起來 似乎好像之前又下去 然後又起來 上上下下 很多的時候 我們的人生也就像這樣子 不是我們想到什麼 或者是照著我們的方式就可以做 甚至你都已經計畫好了 你都已經計畫好要出去玩了 都已經計畫好這幾天要請假 帶家人出遊了 你都已經計畫好要為誰慶生了 你都已經計畫好 這一陣子你要投資一個新的產品 或者你都已經計畫好要開店了 好多好多的時候 我們確實有我們的計畫 但更多的時候 事情不是我們想象的這樣 我們以為我們說了這句話是為他好 但事情不是我們想象這樣 他反而更深情 我們以為我們用這樣的溝通 我們已經很委屈了 我們已經很放低姿態的 但事情不是想象的這樣子 他可能反而覺得你更驕傲 反而覺得你更做作 你知道我們生命就是充滿了 许许多多事情跟我們想象不一樣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一個感覺 會覺得上帝啊 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上帝啊你到底在做什麼呢 上帝啊為什麼你不是這樣子 難道不是這樣 邏輯不是應該要這樣嗎 那為什麼會變這樣 我們常常會覺得 上帝啊到底是什麼狀況 為什麼會這樣子 發生了什麼 事情來了不是照你的計畫 你會很焦慮 甚至你會很焦躁 因為你都已經有 有你的這個 一二三四五的這些步驟 可是當事情跟我們想象不一樣的時候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仍然要鼓勵你 當事情跟我們想象不一樣的時候 你還有一位永不動搖 而且對你有平安意念的神 你知道上帝對我們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而且是叫我們幕後有指望 而且我們還有一位這個神呢 是會調度萬有 叫萬事互相效力 叫那個愛神的人 可以得益處的這位上帝 所以當事情跟我們想象不一樣的時候 今天我想跟你分享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的 面對現在這樣子的環境 我們一起来看世事記好不好 我們一起来看世事記的第七章 世事記的第七章 一到九節 我們一起來看世事記的第七章 一到九節 我們請同工來讀 然後我們大家認真的來聽 耶路巴黎就是基殿 他和一切跟隨的人早晨起來 在哈律泉旁安寅 米甸寅在他們北邊的平原 靠近摩利港 耶和華對基殿說 跟隨你的人過多 我不能將米甸人交在他們手中 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誇大說 是我們自己的手救了我們 現在你要向這些人宣告說 凡懼怕膽怯的 可以離開基列山回去 於是有兩萬兩千人回去 只剩下一萬 耶和華對基殿說 人還是過多 你要帶他們下到水旁 我好在那裡為你試試他們 我指點誰說 這人可以同你去 他就可以同你去 我指點誰說 這人不可同你去 他就不可同你去 基殿就帶他們下到水旁 耶和華對基殿說 凡用舌頭填水像狗填的 要使他單站在一處 凡跪下喝水的 也要使他單站在一處 於是用手捧著填水的人 有三百人 其餘的都跪下喝水 耶和華對基殿說 我要用這填水的三百人 拯救你們 將米甸人交在你手中 其餘的人都可以各歸各處去 這三百人就帶著食物和腳 其餘的以色列人 基殿都打發他們各歸各的帳篷 只留下這三百人 米甸營在他下邊的平原裡 當那夜 耶和華吩咐基殿說 起來下到米甸營裡去 因我已將他們交在你手中 我們一起祷告 天父我們為著今天 這個美好的劇情 就算我們在線上 我們都相信 神現在就與我們同在 祝福每一個聽到這個信息的人 我要祝福你 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 這個信息要大大的影響我們的生命 要賜下平安 賜下安慰 最重要是賜下信心在你的裡面 祝福每一個聽到的 講的都被聖靈 同一個聖靈所感動 不管我們人分散在各個地方 我們仍然是同領一個柄 同在一個基督的身體裡 祝福所有弟兄姐妹 在這段時間 經歷上帝比過去更豐富的恩典 波雲見日 萬物復興 聽我們祷告 奉耶穌的名 阿们 如果你相信的話 好不好 你就在這個留言的地方 幫我留下 波雲見日 萬物復興 波雲見日 萬物復興 這就是我們共同的宣告 我們就算看到現在的環境是這樣的 但我們仍然相信 上帝是會讓我們經歷 波雲見日 萬物復興 所以不管你在哪一個平台 跟我們一起聚會 你可以在留言的地方 宣告波雲見日 萬物復興 剛剛我們讀到的這段經文 非常非常的特別 就是當基電要帶著 以色列百姓去打仗的時候 當一個將領 帶著百姓 帶著軍隊要去打仗的時候 居然 你知道打仗 就是來比 兵力的 打仗呢 就是來比誰厲害的 打仗就是來比誰 強 強盛的 所以 這個基電 要帶以色列百姓去打仗的時候 弟兄姐妹 居然在第二節 第二節 耶和华就對基電說 跟隨你的人過多 跟隨你的人過多 你就想 神啊 你有什麼問題嗎 或者是你就會默默的舉手說 神 我有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 我們打仗不是就是 人多 兵力強 然後這樣子 很快的就可以搞定嗎 不是越多越好嗎 你知道很多的時候 一個 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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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突 以前我們看到那個電影 不是 在 在衝突的時候 他們都說 踏廊來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人多 人多才 氣勢強 但是居然 你看到經文裡面 神 神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他說 跟隨你的人過多 我就不能將米店人交在 他們手中 當 我們要打仗的時候 我們想的是 人 人多 強盛 但是 神居然想的是 太多了 少一點 越少 越好 因為我要將米店人 交在你手中 你心裡一定會想 這到底是什麼 但親愛弟兄姐妹 我要告訴你 當事情跟你想不一樣的時候 就是我們經歷上帝 大能的時候 他說 因為你跟隨你的人過多 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誇大說 是我們自己的手 救了我們 Amen 親愛弟兄姐妹 我告訴你 有很多的時候 我們呢 以我們想象的有一套邏輯 在我們腦海裡面 有我們自己的規劃 我們也覺得我們想的是 非常合情合理 合邏輯的 但我告訴你 在上帝比我們更大的 這個思想 智慧的當中 我們只不過是一個 小腦袋挂 我們再怎麼想 也超越不了 他的智慧 他想的就是 我不管你人多人少 只要我要你贏 你就會贏 Amen 神的想法是什麼 神的想法是 我不管你現在有沒有疫情 只要我想要祝福你 上帝想要祝福你 沒有任何人可以拦住你 我們想的可能是 在這種困難當中 到底怎麼辦 這個問題 但是我告訴你 上帝想的 他也不管你這些問題 他不管你人多人少 因为上帝就是要把 米地的人交在你的手裡 就像上帝要把他的祝福 倾倒在你生命中一樣 相信了 拍手把荣耀归給主 拍手把荣耀归給主 Amen 你要知道 不是在乎我们的计划 不是在乎我们的逻辑 不是在乎我们以前 对打仗的想象 我们的兵法 我们怎么样的 规划我们的人生 告诉你 我们的人生 所有的起起伏伏 上上下下 全在乎耶和华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撒摩尔记上说 耶和华如果要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有没有看到 他根本不在乎这个 我们的环境 钱多钱少 问题多问题少 疫情 确诊人数多 确诊人数少 对上帝来讲 一点都不重要 他要我们得胜 耶和华要人得胜 不在乎这些 真言告诉我们说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但是所有的得胜 乃在乎耶和华 Amen 所有的得胜 不在乎我们的计划 不在乎我们的这些 好像我们的逻辑 不在乎我们以前 怎么打仗 全在乎耶和华 你要永远记得 我们的得胜 我们的昌盛 我们蒙福 不是因为我们多努力 乃是全是上帝的恩典 亲爱弟兄姐妹 你如果真的清楚知道 我们所有的一切来源 都是上帝的恩典 你在困难当中 才不会马上从高峰 掉到谷底一样 我们常常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起伏 就是你看环境 现在变这样了 一下子确诊 报这么多了 一下子问题又变成这样子了 又到线上了 怎么办呢 如果我每一天都是这样 但又弟兄姐妹 没有回来聚会 怎么会更可目呢 现在在听讲道 有没有人是翘着腿 在那边刻瓜子呢 如果是这样子 怎么办呢 我如果每一天 被这些东西占满了 那我告诉你 我也会很容易陷入低潮 低沉 甚至很多负面的想法 但我要告诉你 亲爱弟兄姐妹 你要清楚地明白 我们昌盛或者是我们缺乏 我们多我们或少 我们这些 有没有这些祝福的源头 全在乎耶和华 全在神的手中 全是神摆摆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因此 我们不管遇到任何的环境 我们要的不是环境改变 我们要的是 能不能够有主更多 有主更多住在基督里面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Amen Amen 让我们更多的想 思想 我有没有住在主的里面 而不是去想我们的得胜 或缺乏 或有或没有这些事情 这句话请你记起来 有的时候 人多了 力量大了 反而骄傲了 忘了神 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 我们忘记神 我们才会经历到一些 跟我们计划想象不一样的事情 你知道生命当中 不是我们昌盛 缺乏 人多人少的问题 这么简单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到底有没有把上帝 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不要误会我 接下来要讲的 但是 我想要大家很明白清楚听 这就是为什么 教会人多 不一定强盛 大教会 也不一定是上帝要的 我要 我要大家听很清楚 不是说 所有的大教会 都是上帝不要的 不是哦 但是 人多 不一定强盛 教会大 人数多 不一定是上帝要 有很多的时候 神通过震荡 通过问题 通过疫情 透过一些 任何的 风吹草动 都有可能 他在震动 他的百姓 留下 他所需要的 精兵 这一阵子 当我们疫情 这样子一直升温的时候 其实我也在问神 到底你要 你要对我们的教会说什么 或是 你要对 对 对这世代的教会 在说什么 我们可能甚至 就是 辛苦到 我们 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能聚会 如果我们都不能够 实体这样见面 如果我们聚会 都改成这些线上 神啊 那弟兄姐妹怎么办呢 那 他们的灵命 怎么活热 他们跟你的关心 怎么可以 比以前 更加的 炙热呢 记得我在过去 疫情也很严重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过一篇信息 说真的假的 看什么最重要 就是火热 那我们在疫情当中 怎么能够更火热呢 我心里在想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一直不断出现 今天这个 世事实记的经文 你就会发现 其实人数大 实体聚会 人有多少回来 或者是我们有 怎么样子的突破 跟增长 在上帝来看 他的重点都不是这个 他重点是 到底教会 能不能有一群 忠心奋战到底的勇士 为主征战 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 我相信这位调动万有的神 透过一些震荡 透过一些 包括疫情这样子的变化 透过一些 很不舒适的改变 他正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分出 哪些人适合留下来 能够继续的看见 上帝将米店人 交在以色列人手中 今天我也相信 若是在线上 跟我们一起聚会 弟兄姐妹请听好 牧师真实的这样子相信 就算我们在线上 就算我们疫情升温 就算我们改变聚会的方式 上帝仍然在看的 不是我们的舒适与否 上帝仍然在看 到底还有没有 他可以使用的勇士 仍然刚强的战力 今天我祷告主 等一下我们最后一期 祷告的时候 我要呼召你 就是让我们成为 能够被用的战士 让我们成为在 这波疫情当中 这种挑战的里面 能够继续的奔跑 继续被选上的 这样的战士 能够在这波 不容易改变 变动的当中的 这样子的动荡里面 我们仍然说 神 我在这里 我要留下来 我在耶和华的军队里面 我要继续的看见 米店人会交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生命的困难 会被上帝打败 我们所面对到的难题 我们会经历 耶和华使我们得胜 Amen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Amen 你知道有很多的人会问 就说 你们 这个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 前一阵子 协中牧师 在今年的开始 就跟我们分享了这段经文 他说 马太福二十二章四十节说 被招的人多 但是选上的人少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年的开始 他用这个经文来鼓励我们 当时候 我在听 每一堂他都有讲到这个经文 当时候我在听 我没有那么懂 但是现在 当我们在经历这些挑战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 即便我们有许多的 弟兄姐妹 即便我们有许多的人都 每个礼拜说 我要跟谁 但是 但是真正的选上的人 是少 真正选上是少 神透过 这个四十节这段经文 让我们来看 到底 他怎么样选出 人来 那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今天也一起来思想 一起来祷告 甚至心里 对上帝有一个可慕说 神 让我被选上 阿妹 你的心中 要对神 今天有一个这样子的渴望 说神 我要被选上 我不是那个黑妈妈一片的人 然后他就说回家 回家 回家 然后大家要去 要往前冲了 要去 要去得胜了 他就回家 回家 你说主啊 让我能够被选上 让我能够被选上 阿妹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神要选的勇士 第一条件 就是信心 好 就是信心 第三节你看 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 凡惧怕胆怯的 那你就可以离开 激烈山回去吧 好 那总共呢 三万人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两万多回去 你就看哦 这个比例就是 你不要以为 所有哇塞 那个在战场上的 好 然后呢 骁勇善战的 一呼召呢 我们就要去打胜仗的 这群人 只要一个 一个点 马上就筛出 三分之一来了 哪一个点呢 就是信心 我们发现哦 恶者攻击我们 最厉害的 就是攻击我们的心 他其实什么都不用做 他只要让我们恐慌 告诉你就有三分之二的人 倒了 很真实吧 对不对 他什么都不用做 他只要让你怕 其实三分之二的事情就倒了 你就开始 东担心 西担心 东想 西想 就开始影响你的睡眠 影响你的健康 然后就开始影响你 跟家人的关系 他只要让你怕 我告诉你 就像骨牌一样 全倒 所以神要的勇士 第一个条件 就是信心 而胆怯害怕 就是我们 罪人本性的常态 所以当我们变成 这样子献上了 疫情升温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在 在跟我们说什么 神在对父亲堂说什么 神在对父亲堂说 我们不胆怯 我们也不害怕 我们要继续的 看见胜利的那一刻来临 可是你现在的世人 什么都怕 所以那些 算命啊 星座啦 那些东西 非常火候 因为我们怕嘛 所以我们 我们年初的时候 怕什么 我们怕没钱 没钱发年中 没钱过年给红包 我们怕 三月四月清明节 我们怕什么 我们怕死了没人拜 我们怕这些 这些 这些祖先 吃不饱 说我们 我们办了很多很多 这样的事情 五月六月 我们怕什么呢 我们怕 怕母亲节 妈妈不开心 我们怕我们选的餐厅 妈妈不高兴 你知道妈妈不高兴 全家就不要太高兴 就是很多 我们也很怕 选做餐厅 选做礼物 选做跟家人的 聚会 好 七八月 我们怕什么 怕这个 校门关 鬼门就开了 有没有 就是很多的学生 我们就担心 我们的孩子 怎么办呢 暑假两个月 很漫长 很多问题 我们怕 九月十月 开学了 怕缴不出学费 怕下半年的业绩 没有办法达成 十一十二月 我告诉你 也怕 因为冬天要来了 天气一冷 又怕吃很多 怕胖 什么 我告诉你 什么东西 我们都怕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第一个勇士的条件 就是信心 我要为每一个 父亲党弟兄姐妹宣告 我们是有信心的教会 我们是有信心的百姓 我们在碰到疫情的时候 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好不好 我们第一个面对的反应 不是害怕 不是胆怯 他说害怕胆怯的 第三节说 你可以走了 也就是第一关 你都 你不要说 我要看到得胜了 No 第一关都 就下来了 被刷掉了 你还没有办法 进到面试了 还没 都不用想 第一关就刷掉 所以 神要的条 勇士 第一个 就是信心 真言24章第10节 真言24章第10节 我们一起来念 好吧 真言24章第10节 我们来念 请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所以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子女牧师鼓励你 我们面对这些挑战问题的时候 不要胆怯 不要害怕 我们要相信 我们有一位良善的主 他一定会带领我们度过 Amen 神要勇士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信心 第二 神要的勇士呢 是要经过考验的 经过考验的 我们来看第4节 耶和华对积淀说 人还是过多 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 我好在那里 为你试试他们 我指点谁说 这人可以同你去 他就可以同你去 我指点谁说 这人不可同你去 他就不可同你去 其实神对这些勇士的考验 没有少过 他呢都是一直在看的 但是你看到这个经文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那个标准是什么呢 那个标准就是 他说了算 对不对 他说 我说谁可以跟你去 那就是谁 谁不能就不能 那这个才叫做考试 弟兄姐妹 这才叫考试 考试如果先泄题了 那就不是考试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就考验不会先跟你讲说 那等一下我告诉你 几月我们就会疫情升温 那大家 那他已经都讲了 那我们就会准备好 那我们就会 有一些预备 那我们就 就很容易 因为你都已经知道考题了 考试本身 这考验的本身就是 他说了算 也就是说 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 因为这个人生 就是不断的考验 我们生命当中最后要赢得奖赏 要成为勇士 要得到胜利 要看到米店人交在我们手里 我们必须经历这些考验 他说人还是过多 我带他们下去 水旁 然后我会告诉你 什么样 如果我们早就知道 告诉你 我们很多东西都会准备 现在就是太临时了 所以这个物资也缺 那个物资也缺 这个东西也没准备好 然后 不要说学生了 上班族也是 做妈妈的也是 每一个行各业 其实都在受影响 但是当我们在面对考验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随时做好被考验的准备 继续看第五节到第七节 他们面对什么考验呢 来 基电就带他们下到水旁 耶和华对基电说 凡用舌头舔水 像狗舔的 要使他单站在一处 凡跪下喝水的 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 于是用手捧着填水的 有三百人 其余的都跪下喝水 耶和华对基电说 我要用这填水的三百人 拯救你们 将米电人交在你手中 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 有没有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说 最后怎么考验出来的呢 居然是到水旁边 然后来看他们怎么喝水 经文里面就说 有一群人一看到水 因为可能太渴了 然后好不容易走到一个水泉旁 他们过去可能都是在山上 或者是在一个山谷里 然后在躲避米电人 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 所以你知道这一万人 就全部都下去 好然后呢下去什么呢 就开始就是跪在那个水泉的旁边 开始哇一直一直喝一直喝 好但在这个当中 在这个当中 你就会发现神正在看 有一群人有三百个人 他们呢是用手捧水起来 好也就是说他们是没有 没有蹲下去的 他们是用手捧水起来呢 喝 那神说 我就是要这些人 当这些人呢 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神正在看谁 是可以继续往前走 现在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我刚刚已经说过 考验就是考验 他不会先泄体的 我们也不知道神要 要最最终默示的 默示的这些战士是谁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正在经历 这个考验当中 我们正在这个 这个考题的 这个考试 市场里 我们正在 面临 我们生命当中 尤其是这个我们 整个大环境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 这个考验 但我求主 我为你祷告 我求主 让父亲 对我姐妹 可以经过这个考验 最终得到奖赏 我们真不知道 神最后要的是什么 但我们可以知道说 神 求你帮助 让我们每一次 经过这个试炼 经过这一场疫情 经过这个问题 经过这个考试之后 就像圣经说的 我们可以熬炼成为 金金 贵重的祭明 献给你 Amen 但你知道这个 整个喝水的过程 其实你可以看出一个端倪 什么端倪呢 就是我今天要最后讲的重点 就是神要的勇士 有几个至圣的关键 有几个至圣的关键 那这几个至圣的关键 说不定就是 那个蓬水起来 没有蹲下去 就这样子猛喝的那种 态度的问题 告诉你 一个会被上帝使用的器皿 有五个A 是至圣的态度的关键 那今天我分享完 这我们最后就一起祷告 第一个A就是 Available 是你要愿意 继续的往前走 第二个A 就是有好的态度的人 其实神在拣选的 都是这些 有好的态度 你不只是愿意说 神我在这里 你光是第一个愿意 可能就刷掉一群人 你一改线上聚会 你就有很多的东西 你就有很多理由 这个网路不好 这个我不会按 这个时间跟我不合 这个我们还要忙 很多小孩的事情 yes 确实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跟主说 主啊 让我随时做好准备 我愿意 我愿意跟着这个考验的时候 来临的时候 神 我需要有好的态度来回应 我不是随随便便 碰到水泉 我又蹲下去 只顾着我喝水 而是我 我把那个水捧起来 然后呢 我还四面这样子观看 因为我是战士 你懂吗 那个战士就是 你随时 没人看到你的时候 就算没有 没有敌人 你仍然保持好的态度 第三 我觉得神要的 这个勇士呢 是在行政方面 也是很细心 不是那种随随便便 贸贸实实的 我要告诉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的时候 你很上得了台面 或是很会表达 很会讲话 但是神看的是 小事上中心 你看在这一场考验里面 神居然用喝水这件事情 来选出他要的 我要鼓励你 成为一个 在小事上中心的人 Amen 有很多的时候 可能你说 这么小 为什么你这么在意 我跟他讲 很多的时候 就是 都跟准时很有关 有很多时候 都跟你有没有 回讯息很有关 你这个小事 你说不定 就因为你迟到 你就少了一份订单 说不定 因为你没有回讯息 你就失去了一个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行政方面细心 觉得是成为勇士的关键 有很多人会问我们 说 紫居牧师 你们复兴堂 为什么 有很多很多 这么优秀的同工 然后呢 他们在 这个每一个服饰的岗位 都这么的卓越 你知道我们很多的人会 常常会注意到说 我们有一群优秀的摄影同工 阴影控同工 然后招待的同工 或者是我们有 我们有真的很卓越的小组长 然后我们的 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年轻人 好棒 当他们在夸奖我们这些同工的时候 我真的予有荣烟 因为我的心也是这样子爱他们 然后他们别的教会的牧者 就会问说 紫居牧师 那你们 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同工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你怎么训练 你们是不是有一套什么 什么门徒训练的课程 可以训练出这么厉害的同工 那我今天我想在线上 我也让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过去 的想法说 有没有一套门徒训练的课程 可以训练同工的 这个想法 老实说 都走错路 因为真正的勇士 不会是在课堂里面 被塞出来的 你仔细听 真正的勇士 是把他们带到水泉旁 你就可以看到 你要留下的是哪三百人 常常我们很多的 很多的训练都是上课 你在课堂上 你看不出勇士的了 也就是说 你在课堂上 你看不出这一万名 怎么喝水的 怎么在敌人环绕 思维环绕的时候 他们喝水的那个样子 你看不到 就是只有在第一线 只有在 碰到困难的时候 只有在 挑战来临的时候 只有在像现在 这个疫情的 这么严峻 可能我们甚至连聚会 实体 都不太可以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你才能看出 谁是真正的勇士 我告诉你 这个秘诀就是因为 就在这个时候 小组长才能看出 谁是忠心 真正可用的 就在这个时候 才能看出哪些人 是可以跟我们打仗 摄影同工也好 招待同工也好 阴影控同工也好 小组同工也好 告诉你 只有在这个时候 才能看出 谁是available 谁是好的 attitude 谁是真的在 行政上面细心的 就是只有在 这个关键的时候 困难来的时候 才分得出 谁真正是勇士 最后讲两个 我们就结束 金白条可以上来 其实最后两个A 就是要有恩高 并且培养你的能力 我想神 正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呼召 一群 他要使用的战士 注意听 神在末后的时代 在预备战士 是因为你去看启示录 困难一定会更多 挑战一定会更多 饥荒地震 灾难频传 这不是好像 我们第一天听到 这老早 耶稣就跟我们讲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许许多多的 挑战还在前头 我们因为一个疫情 我们就觉得 好软弱 我们一个疫情 我们就觉得 好恐惧 好惧怕 神正在塞 看到底 你们复兴堂 不是我很多 每次聚会 每一堂都满的吗 很多聚会 但我告诉你 神在选他要的勇士 来注意看 我们要结束了 神在选他要的勇士 就是你 你或许坐在办公桌前 你或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你或许在 我不知道在哪里 看到手机在聚会 我不管在哪里 听好 神要选的勇士 就是你 他在选什么 他在选 接下来 末后要遇到挑战的时候 家人的关系 遇到挑战的时候 我们面对到资源的缺乏的时候 通货膨胀的时候 整个经济系统 不稳定的时候 整个虚拟化的时候 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 这个前方位置 我们跟世人一样 都在面对这些挑战 但神在选勇士 能够胜过挑战 得着米甸人的层次 亲爱的父亲 我们正站立在一个 关键的时候 你不要把它想成 疫情我们很多的变化 是 很多变化 我跟妳讲 疫情前人生就够多变化 有的时候聚会在这里 有的时候聚会换地方 有的时候 你要在父亲堂待下来 也不容易 因为我们很多很多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改变 但我告诉你 这些改变对我们是好的 因为他在训练我们 成为勇士 训练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凡事有弹性愿意的人 训练我们可以有 被神装备起来 有好态度的人 警醒的人 第三 训练我们在困难来的时候 不是在课堂上训练我们 是在战场上训练我们 够不够细心 够不够行政上面 会回复 同时间 他也在这一段疫情的情节 训练他的百姓 更加的依靠他 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一个有恩靠的人 最后我要鼓励你 不要浪费这个疫情 就算你哪都不能去的时候 请你好好培养你的实力 因为神要在接下来的阶段 更大的用力 神要把米店人 交在你的手里 神要把更大的祝福临到你 神正在预备你 相信的拍手吧 荣耀归给主 好不好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诗篇七十八篇说 他要拣选他的仆人大卫 从羊圈中将他招来 叫他不再跟随那些带奶的牡羊 为要牡养自己百姓 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于是他按照心中的纯正牡养他 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 我告诉你 神正在震动我们 震动他的百姓 让我们离开那些带奶的牡羊 也就是说 我们正在离开那些 我们以前好像婴孩 然后有人带我们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很享受 在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神正在震动我们 让我们能够茁壮 让我们可以起来 让我们不断地被他装备 成为他可用的功能 你说以前好方便 可以随时跟小组什么 然后现在这阵子又变得不方便 告诉你 神正在运作环境 就是要你长大 要你成熟 要你变精兵 我祷告主 在父亲堂的里面 注意听好 我祷告主 在我们父亲堂里面 听好今天这个信息 你不是被塞掉回家的 你不是留下来的 你跟我 还有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要一同看见 得胜的那一天来临 我们要一同看见 我们是被选上 我们是 我们是能够 站在那边说 神 我在这里 不管任何环境 不管任何这个 动摇 主啊 我要成为 你国度的勇士 而且预备 漠视 征战的勇士 我奉主的名 祝福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亲爱的朋友 我们在困难中 没关系 我们都在这个环境 但最重要是 我们在困难中 不要留在原点 不要自怨自哀 不要在那边放弃 不要在那边 充满了负面 不要在那边 恐慌 惧怕 胆怯 就是在这个困难当中 我们说神 兴起我 成为能够 刚强站立的勇士 最后这段经文 我们读完 我们就 一起来祷告好不好 以佛所书第六章 以佛所书第六章 我们一起来宣告 以佛所书第六章 预备 来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以赖祂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职胜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详细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Amen Amen 现在这种姐妹 最后一张这个PPT送给你 就是当事情跟你想象不一样的时候 当事情跟你想象不一样的时候 代表神正在选出精兵 当事情跟你想象不一样的时候 代表神准备要把敌人 交在我们手里了 Amen 准备要把敌人交在我们手里了 Amen 诗诗记第七章第九节说 当那夜夜华吩咐祭奠说起来 下到米店营里去 因为我已经 我已经哦 注意看 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然后凤主的名宣告 这一阵子 事情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我们的人生 不会照着我们的计划走 但是我们有一位 充满良善计划的神 事情跟你想象不一样的时候 代表神正在装备你 记得刚刚那句话吗 事情跟你想象不一样的时候 神正在装备你 宣宁成为祂的精兵 因为祂要把仇敌 交在你的手里 兄姐妹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说神啊 我不要只是被招 我要成为你的精兵 我要看见胜利的来临 我不要充满了感觉害怕 然后呢 就是那个三分之二的人 主啊 我要在这一场疫情的当中 在这个困难的当中 操练我来依靠你的信心 我要在这个同时 能够胜过这些考验 而且呢 我能够在你的台前说 神 我要被你选上成为精兵 仇敌要交在我们的手里 来我们一起来唱 好 我们来敬拜 夜在黑 夜在黑 心在疲惫 我仰望你只剩容颜 我已决定 永不后退 教室说 你所为何的容悲 你当然在我心间 我愿一生 静静跟随 我愿一生 静静跟随 夜在黑 心在疲惫 夜在黑 心在疲惫 我仰望你只剩容颜 我已决定 永不后退 你所为何的容悲 你当在我心间 我愿一生 静静跟随 我跟随 你从高 闪到低窟 我跟随 你即使 静静漫步 纵然面对挑战 也有眼泪感到疲惫 我要这多颤雷 永远不后悔 我愿一生 静静 在你翅膀 颠下我的保护 你华鱼也是我生命的坚固 你应许不要动 此时 始终用不落空 未来在你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當你找到我 因为你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 所以你就会很多的时候就希望 都是照着这个方式 一个突然间的插进来的行事 或者是突然间家人发生一个事情 会让你很不安 因为你常常已经做好很多做 今天牧师要呼召告诉你 事情就算不像你想象 代表神正在装备你成为祂的精柄 因为下一段更大的胜利就要来了 第二个我要呼召的那些人 就是你 你常常会害怕 你只要事情不像你想象 或者是突然间来的东西都会吓到你 所以一个新闻会吓到你 一个简讯也会吓到你 一个孩子的事情 你也会很焦虑 今天好不好在祷告里 我要奉主的名释放你 奉主的名 仇敌不能用害怕来捆绑你 我要告诉你 当神的教会 就是我们一群人一起来宣告 祷告的时候 阴间的全世都不能胜过我 那些害怕 胆怯 那些担忧 现在我奉耶稣的名捆绑那些害怕的意念 那些念头 要离开神的百姓 离开神的百姓 来 高级双手开身来祷告 祷告 开过来祷告 现在就是现在 我们有一些人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做事情是非常有计划的人 我要告诉你 神真的扩张你 天教你们 神真的扩张你 下一个胜利要来临了 下一个祝福要来临了 我奉主的名 吞满了一些焦虑害怕 恐慌离开 现在离开 现在离开 不许用这些负面的念头 吞满神的百姓 害怕离开 信心进来 焦虑离开 百妙进来 勇敢进来 谢谢主 高门的百姓 再唱一次 我愿随你从高山到低谷 我跟随你继续 静静漫步 纵然面对挑战 也有眼泪 感到疲惫 我要挣脱颤泪 永远不后悔 在你继续 在你继续下我的保护 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 你一曲无聊 我懂此时之中 永不落空 未来在你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等你找到我 来把你的头向主扬起来 把你的手向他高举起来 让你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你正在被 被上帝拣选 不只是呼召 被拣选 他现在用他的大手 正在恩高你 好像一个武士 或者一个将军 就任的大典 有一个很长的剑 在你的左肩跟右肩 各点了一下 我要为你祷告 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为你宣告 你要成为一个 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刚强的人 就是现在 把你的头抬起来 把你的手向主举起来 我要为你宣告 你现在是 依靠神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我奉主的名 让你穿上全副军装 现在 奉主的名 穿上全副军装 就在这个磨难的日子 你可以有能力 抵挡魔鬼 并且 站立得住 我要为你宣告 当事情跟你想象 不一样的时候 神正在选出 他的精兵 就是你 听到 就是你 因为他要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 他要找到一个 能够得胜的一个器皿 就是你 现在高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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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恐惧害怕 正在拿走 恩高降下来 就在此时 你会感觉到 神在恩高在你身上 信心进来 突破进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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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高魔高魔 那个本来自己 小心的 很害怕 很容易紧张的 现在是一个刚强的勇士 刚强为主站立 一起来看 夜在黑 心在疲惫 我仰望你只顺容颜 我已决定 永不后醉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从为何能容颠 你打了在我心间 我愿一生 紧紧跟随 我跟随你 从到山到地骨 我跟随你 即使 荆棘漫步 纵然面对 挑战也有眼泪 感到疲惫 我要挣脱 颤泪 永远不后悔 在你翅膀 一下我的保护 你话语 是我生命的坚固 你已许 不要动自食之中 永不落空 未来在你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当你找到我 当我们要散会的时候 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永恒不改变的此爱 还有圣灵 正在装备我们的这个圣灵 呼召我们的这位圣灵 赐能力恩高给我们的圣灵 常与我们每一个 主要你所爱的 弟兄姐妹同在 就算我们在一个 不能掌握的年代 主要我们要成为 被你掌握的器皿 呼召我们成为 能够战胜下一个世代 仇敌的勇士 刚强的为主在 谢谢主 听我们同心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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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